以及在台湾涉港涉疆等重要问题上的立场 杨洁篪指出中美何者两利斗则巨山 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方致力于同美方一道努力 发展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同时坚定的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相而紧 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轨道 在台湾问题上杨洁篪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已 中方要求美方切实恪受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在涉港问题上杨洁篪指出 包括建立赶居国安法在内的香港事务 然后分析当前这个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形势 现在正在疫情当中 虽然是在疫情当中 但是也遇到了中美甩锅冷战 进入了一种 比较针锋相对对抗的阶段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危机 这个危机 目前的危机 就是中美关系的严重对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中国应该怎么办 美国应该怎么办 美国人民应该怎么办 还有是说美国总统怎么办 因为我们身在美国的华人 我是拿着中国护照 美国的绿卡 交给美国政府交的税 我是台湾生人 我护照上写着台湾生人 那么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多重身份 也就是说 我自己给自己定位了 就叫新美国华人 做一个不卑不亢 顶天立地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中美关系 这个同行同国 谋发着 为天下开太平 这么一个新美国华人 那么 这个台湾挺大 因为 我有两种身份 我在这里呢 是代表着西北 中国呢 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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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级 那个数学系的 这个 这个 学论会主席 那么 也就是 另外呢 代表着这个 这个西北大学 北美校友会的 这个 这个 大花粉会 的会长 另外呢 还有一个 一个 大家给我一个 一个 title呢 就是一个身份呢 就是 中国民主共和党的 主席 这个民主共和党 什么时候成立的 是这样子 是在今年呢 那个 这个 这个 一个 去年 我去 回去 结果 到了北京 认识了 这边 这个 有个 意大利华侨 意大利华侨呢 我们 经过了 一个 谈案 在北京呢 参加 国庆典礼的时候 有个 接见 海内外 在那个 反都策策 那个 那个 联谊会 在那认识了 这么一个 朋友 上海人吧 意大利华侨 他就有个 这个 粤港澳 他组的 粤港澳 这个 联谊会 联谊会 在这个 联谊会当中呢 因为我呢 我在香港 工作了 有六年 我在香港 在深圳工作了 四十年 三十年 八四年 去的深圳 八七年 去的香港 九二年 九三年 回来的 然后我这个 拿着这个 香港的 称 有这个香港 这个 这个 身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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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另外呢 澳门呢 我也熟悉 台 我又是台湾生人 我又去过 八 就是 二零零四 二零零 二零零八年 那个 那个 马英九 那个 七月 这个 这个 七月几号 七月四号 还是七月几号 那个 开放的时候 大陆 开放的第一天 我那个 组组的十七个人 呢 深圳的十七个人 啊 去的是 这个 第一个 第一时间 啊 就是 零时零点零分 然后在桃园机场 啊 就到达了台湾 台湾机场 入住呢 这个 这个 顾正府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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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台湾有个 立法 这个 立法 立法委员呢 他是 这个 旅游 这个 旅游公司的 一个 老板 啊 这样呢 我是第一次 到台湾 啊 当然也不是说 这生平第一次了 生平第一次呢 因为我是台湾生人嘛 我是 这个二十八世界 就是在台湾生人 也就是 1947年6月28 你看今天 现在是6月20 6月20 那么还有几天 就是我这个 73岁的生日 所以在这生日之前呢 我就是 百感交集啊 一定要说几句话 这个呢 这主要是对 谁来说呢 对这个 派生人的川普啊 对川普说 也对台湾乡亲说 也对习近平说 在美国那讲 就言论自由 在大陆来讲呢 他就有 也比以前 很 自由很多了 那么对于两岸关系呢 这个 这个台湾 唱所欲言呢 还是 有所限制 有所限制呢 所以呢 我原来是 深圳呢 就是 八六年的 这个台胞台鼠联姻会 成立的第一家 台胞台鼠联姻会的会长 也就是那个八六年的时候是 也是一个第一 第一家了 也是始作佣者了 那个时候 我还是比较年轻 也比较瘦 因为我是什么什么的 因为我是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家中外核资厂的厂长 我副厂的 我是副厂的 厂长是于德海 他是虚的 我是实的 他为什么虚呢 他原来创 他是79年说 到舍口的时候 他是招商局 他委派他 他是武汉的长运公司 那个这个长航 那个那个 氧气厂的 一个一个车间主任 然后他就到这边来 就把他调到深圳 这个来 然后他就成了深圳 组建的这个 呃 成立的这个第一家中外核资厂 当时和谁核资呢 是和这个香港的那个那个这个这个这个红达集团啊 那个那个成立的这么一个 所以呢 我们叫中方 招商区叫中 那个红达呢 叫做 香厂 就是中虹氧气厂 啊 叫气体厂 然后呢 他呢 这是第一家 时间就是金钱 效益就是生命 就是我们这个厂啊 提出来的口号 因为什么呢 那天呢 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 在南海酒店 签这个合同的时候 啊 这个 贷款合同 啊 两个商业合同的时候呢 我们提出来 我们呢 请这个香港的一个老板呢 吃饭 梁洪坤 梁洪坤呢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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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香港的一些人 来那些老板来吃饭 但是香港这些人 这些商人呢 就不愿意吃饭 就把拿了这个贷款 就回到香港 把这个钱存起来 啊 存到汇丰银行 然后这个就有三天的利润 因为如果这天不回去的话 这个就损失了三天的利息 看来这个时间就是金钱 就是从这么来的 如果我们不能够这个 这个创造效益呢 这个企业成立这个企业不能创造效益呢 那我们企业就没有生存的力量 所以呢 这个效益就是生命 当然我们这个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之后呢 我就是后来那个招聘 84年去招聘 到西安去招聘 我那个时候呢 就参加了这个招聘会 在这个招聘会上呢 有一道数学题 它这个一个条件不确定 这个不确定的 它有两种可能 我就做了两种可能 什么叫做不确定呢 就叫一个中国的原则吧 你比如说 你大陆这边就要承认 说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这边台湾呢 说它是中华民国的政府的代表 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就不确定 这个不确定怎么确定呢 这个就像数学题 它出现了一个数学题 在某种条件下 它是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 是另外一种讨论 这个叫数学分析 我当时就在考场上 就把这道题呢 进行了数学分析 所以我就破格的 被录取这个招聘组组长 他就叫 叫什么呢 他就叫做余德海 余德海呢 他就是我们原来的厂长 他后来他就调了深圳市 调到深圳市 做深圳市组织部部长 那我就把我就调到这个厂来 做厂长 就实的厂长 叫第一副厂长 那么现在呢 我就管经营 我管的内容 主管是经营 销售 人事 另外还有一个 副厂长呢 是管生产 还有一个呢 管技术 所以呢 还有一个管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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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关 当时一个叫王献山 也是一个副厂长 那么一个叫做这个这个 就这么三个副厂长 我是第一副厂长 后来呢 就主要跟美国公司呢 就八四年 八五八六年的时候 重新组的 重组 资本重组 就和美国的 就工业气体公司 就Ii chemical 就是工业气体 就是Industry Gas 然后呢 chemical 就是这个chemical C的大头 然后呢 然后那个这个 这个这个的 有限公司 明明的那个company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有限公司 就美国的 空气气体和工业 工业气体和化学 跨工产品公司 组成了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资本重组的一个 这个新的叫做 中空工业气体公司 那么就是 资本重组了以后 然后增值了 所以呢 我在这个 两个 就是 两个厂的 这个 从资本重组当中 我是当中方的总经理助理 嗯 也就是后来呢 就是在这个这个 这个担任呢 在这个新的一个公司里面 做那个办公室主任 就像那个 就叫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中方的一个 中方的一个主任 嗯 我们呢 就是说在这里呢 就是经历了和美国 从1971年啊 啊 72年这个美国那个 和中国建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尼克松返华以后呢 就打开了这个 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交往 从这个这个兼兵 我们呢 是第一批呢 受益者 而我呢 又是一个经历 中美关系啊 这个开拓 发展 一开始 我是 这个这个 我在西安的时候呢 是这个 呃 西安石油工 石油看探一届 总厂的一个 中美合作项目 就叫做 印刷线路板 啊 第一批引进中国 这个印刷线路板的 那个 那个厂的 这个这个厂呢 那个技术员 因为我当时是大学刚毕业 就分别到这个厂内呢 这个 这个这套设备啊 就Compute Vision啊 这个设备呢 是我一个人 到北京 首都北京机场 首都机场去租车 包装打装运 押运到 从这个汽车押运到西安 从北京组装起来 并且呢 参加了这个培训 啊 然后呢 84年了 就是 这就是 82年啊 82年毕业嘛 82年到84年今天 我就做的是 远见工程师 就是IT工程师啊 这个Software 叫印刷线路板 然后我到那个 先到了深圳呢 我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叫做企业工程师啊 企业工程也叫做管理工程师 所以呢 我们呢 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呢 我到香港这个 这个 这个 87年呢 就选派到 经过干部考核呢 就把我派到香港啊 就一个体验一国两制的这个排斗兵啊 这个就是在香港招商局的下面的发展公司做一个部门经理啊 部门经理呢 嗯 那个 我们提到 当时呢 又提出一个口号 叫做市场经济不信社也不信资 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啊 空谈信资信社务国实干改革开放新邦 我们简称为空谈务国实干清邦 当时是我们在这个讨论这个问题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在北京讨论的我们就给这么一个定义 当时我是经历者啊 当时我是一个部门经理 就是香港的一个部门经理 就是干了到这个这个这个 叫商区这个大厦里面那个那个 我们在那个十九楼嘛 也在十九楼二十楼二十楼 二十一楼最初都是我们这个发展公司这个办公的地方啊 然后呢 啊 我呢 是九二年到九三年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辞职 啊这个其实我又 就是邓小平给南京讲话嘛 南京讲话以后就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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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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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要干就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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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讲话就是啊 啊 这个就是说看准我的事情就要大胆去干啊 甚至就就是闯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了 所以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点精神就下来了 就学习经商 但经商的时候我听了 我跟郭台铭、任正非同时代的人 他们一个是台企、台商 一个是民营企业 但是他们都有比较从摸爬滚打 从经历结合的高科技的比较什么呢 我就想下来 我是在20000年下来 就准备经商 但是起步已经完了 但是那个时候 200年我就选择了一个公司 叫做深圳灵动电子商务公司 这个时候是搞服装设计和服装制造 这么一个电子商务公司 想要建立这么一个平台 当时投资了有八十万 八十万人民币 这个是另外一个朋友做投资 我做办公室主任 在这个灵动公司 叫灵动公司 组织了深圳有个高交会 有个纺织商品论坛 我组织了2000年的高交会 这个纺织商品论坛 当时那个谁啊 那个那个 咱们陕西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的 那个原来副省长 那个中央委员来的 叫什么 哎呀我这个记性现在差点 都参加了我们的会 我当时是会议的主持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服装行业的一些权威啊 也参加了一个会议 但后来呢因为这个经营不善 投资失误 这个资金链断掉了 就破产了 宣布破产 我参加了组织了两个活动 一个是阎林啊 阎蒂林啊 一个华夏中华文化的这个活动 我本来想邀请陈水扁参加这个阎蒂林这个活动 但是当时那个胡 那个叫胡 那个叫胡 跟他商量一下 后来没有搞成 没有请乘丹飞来 当时急做 那个想要称辣 的上海召开的那个 那个叫做 集团 集团 它因为这个 没有乔鲁,陈俊扁和江泽民在这个构筹当中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 后来陈俊扁基础事不宜没有,那时候我曾经给陈俊扁写过一封信,2000年写过一封信。 他谈什么呢?谈同心同国,一中三线,依法统一,共建家园,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当时陈俊扁做民选总统,他就提出我是大陆的有利人士。 当时蔡英文是陆委会的主任。 蔡英文当时是在98年初提出特殊的两国与国关系。 李登辉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 他实际上是搞两个中国。他实际上就是搞大陆是中华联盟共和国,台湾是中华民国。 我提出来的观点不对。 这个2758号决议不是这么写的。 它写着中华联盟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是哪个中国?中国就是联合国宪章的中华民国。 因为2758号决议上台湾第一的话,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宗旨。 宪章是什么意思?联合国宪章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2758号决议是什么?中华联盟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就是联合国宪章的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个问题呢,大陆的信就张不了这个口,就不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因为宪章上写的是,1911年呢,承认了1911年孙章丹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晚清政府的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也是亚洲的第一个人民共和国。 但是,它的历史使命和反对反封建这个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 所以,1949年呢,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那个不是中国,是新中国呢,不是另外一个国家,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这个位置要准确,不准确的话呢,我们就会留下了这个陷阱。 留下了陷阱呢,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呢,就留下了中华民国这个陷阱。 所以说呢,这个邓小平呢,这个问题呢,认识不到位。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我呢,在1998年说,给中南海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呢,就提出重新封国,和平统一。 这个一中三线这个概念,就是三个宪法这个概念。 这个大陆是中华人民国宪法,提到了中华民国。 台湾那是中华民国宪法,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联合国宪法就提出,联合国宪法提到了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联合国2758号决议呢,就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评读了蒋介石的代表,是这样的。 叫做,No Office, Non Office Relationship, Non State Relationship, Non National Relationship, Non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就是台湾这个政府 它不是国家,不是state,也不是garement,不是政府,不是nation 这个时候是在1979年中美关系三个联合公报 这个文字中英文把它写明确下来的 所以特朗普最近博尔顿提出特朗普说 台湾跟大陆比较起来 大陆就是一个桌子 台湾就是一个尖,这个笔尖 你看,它这个对不对就是很对的 你看我拿着一个世界地图 这个世界地图来讲到处都有中国足迹 台湾的足迹在哪里呢?台湾在这里 大家看看台湾在这里 就是一个笔尖 就是一个笔尖的大小 就是一个笔尖的大小 这确实是这么一样 台湾的笔尖 台湾的民粹呢 他认为自己拉到一个美国来 他作为一个美国,美国官员 美国不成本理事官方官员 那么现在我们今天来讲 我跟特朗普来讲 特朗普呢 我认同特朗普的观点 特朗普说的很多观点 我认为90%都是真的 是10% 我们叫做,我又有一个概念叫做求真 利心求真 既然是在真实的基础上 我们就要根据这些真实的现实 脚踏实地来谈台湾问题和大陆问题 也是谈美国问题和中国问题 美中台这两国三方 这么一个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呢 我今天要提出一个 六个层次 XY X理论 Y理论 Z理论 另外呢 就是如何使美国共 中美之间的共赢 如何能够支持特朗普连任 当然 如果这个特朗普不能够连任的话 拜登连任 我们也有对策 这个对策来讲 就是说 你首先要解决一个 洞壁有机啊 洞飞之外 中国要解决的是 中国的 如何宣誓 祖传的问题 如何在台海宣誓 中国的主权问题 如何宣誓 在台海 南海 宣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这个主权问题 你不能够说 你光说不列 你不能说光是有2758个决议 你就是已经实现了这个代表这个国家主权 现在台湾是台湾说中华民国台湾省就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个就是 美国也不承认这个观点 全世界没有人才承认这个观点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需要 因为台湾需要台湾制造那么一个 一个冲突 跟那个大陆这个这个 遏制大陆的崛起 你大陆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 这就是 全世界都在看 大家都希望 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中印边界者 大家都希望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没有战争能不能够宣示主权呢 中印 这个边界冲突 这个肢体冲突 就是宣示主权的一种模式 你说这是暴力也好 你说这是武力也好 它是军队 军队是对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的肢体冲突 它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主权的 它代表中国的主权的 那么下一步 声东及西呀 它下一步发展呢 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 就是要跟着美国来商量 告诉美国 我们要解决台湾问题了 就是告诉台湾 特朗普总统 我要解决 东沙群岛的主权问题 解决台湾 太平岛的主权问题 解决台湾本岛的主权问题 解决台湾本岛的主权问题 我一步一步来 看你美国什么态度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做 我在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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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 啊 这个这个 中印边界 我们是用的 这种 这个 中国军队出面的这种模式 你美国怎么样 你 你美国的态度 是怂恿印度来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中印边界 发生爆发冲动 啊 我们 宣誓主权 就是军队 在那里驻军 就是军队就是代表着国家的万里长城 国家就是长城 军队就是长城 那么在台海 没有中国人民 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啊 存在 那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国代表的一切 主权的一切的表示 所以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就是你没有一个军队在那里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或者中华民国的主权的存在 中华民国的主权 不是由台湾的政府来代表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要给习近平说清楚 要跟特朗普说清楚 要跟中国人民 14亿中国人民说清楚 要跟2300万台湾人民说清楚 谁是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 那就是说 你现在过去是 蒋介石的代表 那么现在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人民解放军的代表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中军军委主席 这个代表 你军委主席 习而不查 习而不行 习以为常 习非成事 那么你就是不作为 因为你要 这个 美国说了 美国说了什么呢 一个 这个 什么叫做民主啊 民主就是监督政府 就是政府呢 是不可靠的 就是要 就是要用人民来监督起来 历史万万人民做皇帝 来监督政府 来行使这个国家主权 对不对 就 就是人民呢 美国人民就监督你 美国政府 你执行不执行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 你执行不执行 中美联合公报 你是如何来解释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法 你把美美国的国内法 你签订了台湾关系法 你只能够解决 美国国内 认为台湾人民和美国人民 可以采用国内法 那好 这我们就 我们今天来讲 如何来解释 来认识 台湾关系法 台湾旅行法 台湾那个 那个什么 和两个 那个三个联合公报的关系 今天 我呢 就在这里就讲这个问题 解决好了 特朗普就连任了 解决不好 那么就 那个 这个拜登的就就就就就上台了 取代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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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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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拜登上台 他叫执行 奥巴马的 路线 奥巴马的路线 就是一个中国的路线 他就 遏制中国的路线也好 但是来讲呢 他 对 台湾 那是保持着一个中国的立场 就台湾 不承认台湾是个政府 他 奥巴马的这个 台湾路线 比特朗普 还要清晰 特朗普呢 只是打台湾牌 把台湾呢 做一个针尖 刺一下台 刺一下大陆 所以用真刺的方法 台湾就是一个刺 奥巴马呢 认为台湾问题呢 是一张牌 啊 棋子 那么现在呢 台湾普呢 就 一个实时务者呢 如果是今天听得懂我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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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呢 那就把台湾这张牌 啊 这个刺 啊 变成 自己连任的一个筹码 啊 跟中国习近平谈判的一个筹码 你要那么就这个这些觉悟啊 你就一定能够连任 这个这个就叫X理论 X理论就是什么 我们认为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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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成者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台湾省政府啊 蔡英文啊 和大陆这个中华联盟共产者习近平啊 都是理性的人 包括美国总统是理性的人 是不用这个不用什么这个这个不用这个用暴力的 但是XY理论呢 就是认为你是这个不是人之出乎性本格 人都是 啊 人之出乎性本格都是自私自利的 就是说 习近平他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 为了中国人的利益 这个 为基础 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的 那么 蔡英文啊就是我台湾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台湾 他我这个 所以我一定要从你中国里头拖出来 用武力来 抵抗你这个中国政府 这叫外理论 那么美国呢就是什么理论 美国呢 我是在利用我把母亲卖给你 我是从本获利的 我在从你 从你以这个台湾这个牌来制列这个大陆这个 这个 来掙扎你这个大陆 不希望你们那个能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你解决了我的美国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 你既然揽了这个狗揽了八堆屎 你就要 狗改变了吃屎 那么你就要 承担这个义务 就承担了将来武统以后 或者罚同台湾以后 这些台湾人的问题 你把台湾这个问题 台湾问题 它是一个资源 它是在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主权 主权它可以细分 你是承认你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承认中华民国2758的决议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一部分 那么好 你这2758 2758的决议是这么写的 另外 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也是这么写的 那么你美国和台湾关系法也是这么写的 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好了 台湾民进党不承认他是中国人 他是承认台湾人 那么他们怎么办呢 不需要杀掉他 只需要美国接收他就可以了 美国接收你台湾国内法嘛 要符合台湾 这个美国国内法嘛 因为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保持着这种非政府的关系嘛 所以说你应该接收这些人 你最好呢 我们站在美国的利益的基础上 最好呢 美国 这些台湾人呢 能够带着 带着 带着 这个他的资源 带着他的 钱 带着他的 他能够把台湾的土地能拿多少 拿到多少 拿到美国去 他能把台湾搬走的话 他就把台湾搬走 但是台湾这个土地呢 是中国人民共和国 这个中国政府 中国十四亿 中国人民的 所以 你搬不走 搬不走 你对不起 你在这大炮 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办在内 所以说 你的第七舰队也好 三个航空母舰也好 你不能够干涉 中国这个 这个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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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 中国这个 二七五八决意嘛 在法律上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和十四亿 这个中国人民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在 十四勿惹为俊杰 此处不养颜 你到自由养颜处 你到美国去 到英国 哪个英国 到澳大利亚 到印度去 这个都可以 企业也可以走 因为企业它 这个国际公民 它可以不是中国人嘛 企业它是无国级人嘛 无国级人就是什么 我们就说 它是以利益为中心的 就是经济人 他不是 这个 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 他搞了意识形态 他不是搞意识形态的 这点呢 所以呢 特朗普呢 他是个经济人 是个政治商人 政客 所以呢 我们一讲这个东西呢 特朗普就明白 我相信特朗普也好 或者美国这些 为了利益 美国的那些大利益呢 他都明白这个道理 台湾不是2300万台湾人的 他是14亿中国人民的 你承认你是台湾中国人 你才有在台湾居住的资格 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 你就没有在台湾居住的资格 那么 怎么来展示呢 宣示这个主权呢 那么从8月的军演开始 就是军演模式 就是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权的模式 如果习近平 不能够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那么他就是历史的千古罪人 这不管他是什么 这是老百姓的说通不过 你就甭 还不要想你 2022年你去连任 你凭什么连任 你台湾问题 东山问题都解决不了 你凭什么去连任呢 所以啊 所以说 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的人 你政府不作为 就有权利谈客人 这就是习近平也有压力 所以呢 2020年 特朗普当选了 对习近平代表 也是一个考验 他用什么方式 来支持 和认同 美国 特朗普的观点 那么特朗普的观点是什么呢 特朗普问 中国大陆是一个桌子 这个我们就看到了这么大一片桌子 台湾就是这么一个点 在这里一个一个笔尖大小 这就是对的 特朗普这个参战 所以呢我们就支持要 强力以赴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列出了六大条 美国的利益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 台湾的层次细分 我们原来就是这么讲 笼统地讲 什么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这个东西 曾亚平那个时代 过去了 It's over It's passed It's passed 就是说那个东西解决不了 台湾人民也不接受 接受你一国两制 不接受你一国两制 也不接受你和平统一 那么什么呢 我们走另外一条路 就是法律的成统 依法统一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来统一 依照 而且联合国宪法来统一 然后把台湾的这个资源细分 台湾人民 和中国人民一起 是台湾这个地方的主人 这叫四万万人民做主人 就是十四亿万人民 十四亿万万人民做台湾的主人 做皇帝 我们不是一个人做皇帝 千万不要有一个人做皇帝的思想 习近平也不能有一个人做皇帝的思想 一个人做 是让十四亿 两千三百万 人民 万万人民做的 万万一万人民做皇帝 做皇帝 这才叫做民主共和法治 的思想 共和制就是 到期要下台 要换 最多能当两届 共和制就不是连任制 不是终身制 一党专政制 所以不是一党专政制 对吧 就是 你协商制也好 你不是一党说的话的 算了算了算的 就说了算的 你现在台湾现在在走的路 就是一党专政 一个人做皇帝的路线 所以呢 他在走的另外一个路 大陆在走向另外一个条路 大陆是从这个 这个封建制 反封建制 反皇帝制嘛 就反皇帝嘛 就叫民主嘛 民主呢就是 人民呢 站起来 让四万万人民 十四亿万人民 万万人民做 做皇帝 有发言权 这就是孙中山最初的思想 我们不能搞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什么 只有汉本回荡苗 我们要搞天下共和主义 承认这个地方是中安 以国家利益 高过意志形态 我们不谈共产主义 也不谈社会主义 我们就谈 这个国家的主权 是人民在这里的这个土地的主权 是属于谁 是属于这里的 全体的人民 国家利益 高于意识形态 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是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美国这个地方是哪里的 美国这个地方是 中国古代的华人 亚裔人 开发的叫印第安人的土地 他把这个印第安的土地 把他屠杀了 这个 消灭了 剥夺了 现在的种族 其实还是歧视华人 其实是黑人 那么这还存在着严重的种族 所以美国呢 是一个存在的人权问题 种族问题 印度的存在种性问题 那么都有各个国家的自己的利益 那么国家利益 这些利益呢 高于 意识形态 高于这个 现在我们正在走向全球化呢 就是走向一个 天下共和的路线 我们现在不能够 现在还在这个 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去 人类共云共同体当中去 我们不可能把人都想成了 都是一样的人 事实上都一样 人有恶人 有蛇一样的恶人 有狼一样的恶人 有虎一样的恶人 有财狼虎豹一样的恶人 财狼虎豹一样的恶人 财狼虎豹是要吃人 吃人的 我们不能做公子吃草的这个绵羊 我们也不能做大象 我们没有这个体魄去做大象 我们就做一个 我们就说 所以 就叫做他当正正的做人就对了 我们到哪里 到哪个国家 就遵守哪个国家的法律 遵守哪个国家的制度 跟人家一起共建家园 这叫同心同国 和人家当地人民一条心 承认这一个国家的法 法律 只有在法律的情况下 你才能有人的权利 才能生存权 发展权 才能有居留权 才能拿到绿卡 我们在美国 因为交税 孩子在美国 孙子在美国 我的外婆是在美国 我的姨父在美国 所以说 我在美国 有居留权 对吧 因为合法的居留 我又支持特朗普总统 特朗普总统不是因为我这个很好的 新美国华人 这就是美国 我们 这个华人呢 在美国呢 为什么有时候登不了这个政治舞台呢 因为华人没有权利的预报 华人就是我做生意 我可以搞科研 但是我不去搞一个政治 因为政治太处杀 而与我杀勾心斗脚 政治呢 政府呢 很多问题呢 美国它是一个多民族 全世界这个 一个一个 一个大家庭 美国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模式 一个 这个应该说 应该 中国说是中国是大海 对吧 美国也应该是大海 美国也应该是大海 对吗 美国也应该是大海 他们都去向大海 我们要去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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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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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技发展是值得中国来学习的 中国的长度基础建设比美国强 比美国速度高 比美国效率高 如果中国的效率和经验帮助美国建设 来投入到美国建设 那美国的建设可以有个非要式的发展 可以超过美国 因为美国的资源很丰富 美国的资源 就像大海也好 它是比中国人 它人均资源占有率是非常丰富 所以有了中国这种基建的蓬茫的力量 和中国这个信息化 5G也好 还有网络各个文化干涉 加上这种美国就如虎天宇 但美国它不愿意这么搞 你要非常令 你要令搞一套 你还要顾不自封 那么你将来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所以最后的结果 形势比人强 最后自然的发展 肯定中国的发展 会淘汰美国这种落后的技术 落后的基建模式 落后的管理模式 落后的思维模式 那么最后 美国还是要和中国 要合作来建设这个国家的 建设这个美国的 所以呢 这个是必然 你要违反这个必然 你要和硬要走抗中 脱中 反中 分中 就叫两败俱伤 我们叫合则两立 分则必伤 你走出分裂路线 所以呢 你跟中国联合 这个就使得你 中国解决的采放问题 中国也愿意和美国合作 你认为 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 一个问题就转换回 谁当主角 我们把这个主角分化了 我们过去呢 把这个主角呢 看成是 原来的 多元化 多极化 现在未来世界 已经不仅仅是 五个常理的国 而是欧盟 这是一个集团 英国现在也是一个集团 那么现在 中国这是一大块 俄罗斯也是一大块 然后还有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第三世界 非洲 亚非拉 其他的 集团体 那么就是 要多极化 世界发展 就是多极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所以 既然是这个趋势的话 你美国 就必须找一个 和真正的合作 能够长期合作的合作伙伴 你重备那个 而我俩欺骗不了的 你说他大家做朋友 你可以欺骗我一次 你可以搞一次贸易战 你美国合作和日本合作 你可以搞一次广场协议 你跟俄罗斯可以搞一次冷战 你再多了 你长期搞下去 不可能的 所以长期 要为那个长远的目的 就是以城相战 立心求真 就讲真话 办实事 因为你说假话 就像林平说话 你可以欺骗一时 你不可以能欺骗永远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 你也可以一时欺骗很多人 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奥巴马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所以 从长远的例上来讲 美国和中国一定要将心比心 要把自己呢 人民都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 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 然后呢 大家呢 人人人平等 在国家法律的面前呢 人人平等 在宪法和国际法的秩序的面前 中国不会去破坏 雷贵国这个秩序 美国也不应该去破坏自己的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不应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也不应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俄罗斯也不应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些 巴基斯坦 还有这些 发展中国家 这形成了一种 无形中形成了一种 事 天下大事 天下大事 就分分合合 分分 再重新组合 分化再重新组合 一场 新冠病毒呢 使世界上重新起来 现在印度 印度想要参加 反中国 反中国 和联美 但是它不够利益 中国呢 它是尽量的去团结 欧盟 德国 法国 还有非洲的国家 还有这些 一系列 包括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东盟 这样一个形成 有的在合作紧密 有的不合作紧密 大家看到这个书呢 路遥知马利 日久见人心 你美国在这种 在这种 战略的基础上 我们是 中国呢 是渐进式的 和世界 融为世界共和的大家庭 走向共和 走向统一 我第一步先 中国为什么先 第一步先把东沙拿下来 渐进式 你搞渐进式财图 我搞渐进式统一 看哪个来得快 哪个有力量 所以 美国看到中国 这个是必然趋势 渐进式统一式 必然趋势 尽量的去不伤人 尽量 避免大规模杀伤人 要进度 它就避免 虽然死了20个 避免大量的去 使用原子弹去杀伤人 对吧 台湾问题也是这样 避免2300万人 大规模的流血 水流成河 那么我就跟你 美国去谈生意了 你既然认为美国 台湾的民主是值得学习的 台湾那些黑暴 先把那些黑暴徒 你喜欢 你喜欢就给 中国就不要了 就让他到美国去 到美国来 看看美国的警察 怎么对付他们 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需要的城市 中国不需要这些人 黑暴 还有台独分子 还有反送中 那些 林飞阀 这些 中国不需要 你美国愿意要 黄之风 你愿意要 你就让他到美国去闹 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分化马解 把这些人 从台湾人当中分出来 从香港人当中分出来 这就要分化马解 你要 你要 你喜欢这些人 就让他到美国去 你不喜欢要 你要叫中国处理 中国就会给他们 拿到送到 什么 教育营 他们改造的基地 这是中国法 我刚才说了 美国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仇东反东 一种是青东 卖台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 你现在卖 能卖出个好价钱 你过了这个时间 中国大陆去统一了台湾 你就没有 他就卖不出钱了 你现在卖 台湾还能卖出好价钱 你美国还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美国是台湾利益的 这个最大的收益者 你过了 等到大陆去硬去硬把这个台湾捅下来 台湾就不值钱了 台湾那些难民就不值钱了 所以呢 这是第二条路 第三条路呢 第三条路呢 就是戳 就是戳 这个第三条路我们不说吗 你就是戳 你把台湾 你承认台湾是一个 是一个主残独立的国家 你看这大陆打不打 就是打战 这个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 就是承认台湾是个主残独立的国家 你让台湾和中国人打 是消耗台湾 是让中国大陆和台湾打一架 你看 你看 是世界 你就退群嘛 你现在原来是大陆 不承认台湾是个主残独立的国家 你现在承认台湾是个主残独立的国家 那你就退了这个美东和三个联合公报 这就是你第三条路 这条路呢 可不可行呢 不可行的 你最后那些 那些 这些澳大利 你成立这个 防疫当中 你要 让台湾来参加那个 世贸独立 结果 有没有国家支持你啊 没有啊 有没有国家支持你 成全这个 台湾是个主残独立的国家 没有啊 所以说 你成全国家现在 现在就没有啊 所以这第三条路呢 也是行不通的 所以呢 那么现在就是 我们这个 跟中国的美东关系 这个路线就搞清楚了 就是说 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 反中 托中 抗中 托中 就是蔡英文的路线 第二条路线呢 清中卖台 第三条路呢 承认台湾 跟台湾 啊 这个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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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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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就是美国的态度 这三条路 那么 这三条路当中呢 最好的路 就是清中卖台 第二个 第二呢 如何成就美国的利益 成就美国的利益 巨大 美国如何在这个 这个台湾这个这个 这个笔尖上 啊 赚取最大的利益 在一头牛上扒断 两张皮 怎么扒这两张皮 第一个 我要你台湾的有钱人 都到美国来 那叫台湾的企业 因为大陆来的 防止台大陆企业啊 到美国来 你能不能让台湾的 因为共产党来了嘛 共产党要接收台湾的话 这些企业 他愿意在台湾生存 还是愿意在美国生存 你就开出条件来 接收美国啊 就让他们到美国来投资 来贡献美国 这是带着钱来 带着资金来 带着人来啊 人是最大的资源嘛 还有金钱嘛 还有他这个人的这个利益 他这个素质 这因为很多台湾人 他有这个 比较 那个素质呢 比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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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劳动的素质也好 那个 建设 家园的素质 比这个 比墨西哥啊 比这个拉美的国家 接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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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企业这个素质呢 这个法制素质 要强一些 那你就接收他们来 你就把他们 啊 移民嘛 这个人是国家 振兴的一个基础嘛 这是 要他的人 把台湾的分化 台湾分化呢 这 孤立 你把台湾一一孤立 我们不是那个 Photoshop有个孤立的原则吗 滤镜 你经过这个滤镜 筛选出来 你美国需要的人 你把他打拼 啊 有一个要一个 几十万也好 民进党也好 两千三百万也好 你都可以要 两千三百万人到了美国 只不过去大海里 现在呢 听着打雷了 就像我就想起来 刘备 听着打 那个曹操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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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雷啊 啊 这筷子就掉到地上了 啊 我在讲这个时候呢 啊 那个 这个特朗普呢 也可能惊到 啊 你台湾这两千三百万人 都到了美国来 这个美国不就吃了一斤啊 要不你就去东卖台嘛 你把台湾卖给 你不管了 你不是卖给 你不管台湾 大陆就自然就把它收回来了 这这这 哎 这个 一声惊雷啊 这 华府的一声惊雷啊 啊 大家看到这个华府的天津暗暗 这是一声惊雷 这最符合美国利益了 你能来的 能够在这一头牛上 拔在这张皮 还有 中美关系又好了 这不就两张皮 台湾那张皮拔过来了 大陆对中国 美国也好 啊 习近平跟美国 就支持你习近平 你 川普连任了 你这么解决 川普就连任了 啊 啊 台湾问题解决了 大陆你也觉得 大陆 全政治 成心成意的合美 搞好 这个中美关系 那世界就走向 啊 就 更加走向好了 一个世界两种 叫 one war two system 一个世界 你 不管一个主角 一个配角 啊 你美国就是主角 啊 你美国就 你中国大陆就是配角 配合你美国这个 联合国制度 啊 所以呢 就像朱思茂 和陈北斯 你说哪个是主角 对吧 他投 这些台独分子 他投降了 美国了 这个好 你投降了就投降 投成了 我们叫做投成 弃暗投明 那就弃暗投明 那就弃暗投明 你去放弃大陆 你去投到美国去 好啊 我们支持啊 美国呢 也得了得力了 得到了什么 得到钱 台独的钱 台湾人现在的所有的资源 就像 日本投降的时候 把这 印了很大量的钞票 把台湾的所有资源 一卷而空 救击日本去了 所以呢 就爆发了228事件 你现在美国 台湾也可以爆发一个 一个628事件 1025事件 台湾再次光复啊 你可以啊 七 不是七一 马上七一了 七一马上要 香港要爆发七一 七一大暴动 你可以去搞 这些 所有的这些人 我们将来 该抓的就抓 有国安法的嘛 将来有一 那个 你将来你美国一 只要一出 一一 这个特朗普 一帮助你特朗普的上任之后 中国大陆 在台湾也要实行 啊 国安法 宣示法 主权宣示法 宣示主权法 好 这就是 美财关键 七大 就大陆你几个 利益呢 这个利益呢 我们把这个 大量的台湾人到美国去 这叫中度复杀 过去呢 有个叫做百年马拉松的路 这个路死谁手啊 路啊 就是逐路中原 就是逐路台湾 你台湾这些台独分子也好的 亲美分子也好 你就让他们到美国去 把门大开 开放一点 开大一点 不愿意在台湾的 不愿意在大陆的 不愿意在大陆的 就到美国去 这样子就问题就解决了嘛 你又需要他们 各取所需嘛 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嘛 你不是以华自华吗 我们以华 以台自 以独自独 要independence 他到美国去independence 这是成就了美国的利益 然后呢 成就美国利益呢 还有更具体的十一个方面 我们来讲这个十一个方面 就是中美要建立一个联合的一个合作竞争 有对抗 有冲突 冲突中双赢的一个大国关系 我们为什么过去找 那是不冲突 不合作双赢关系 我们是有冲突 有对抗 有合作 这个大国竞争关系 或者是叫做默契关系 战略战略互补关系 我们就把这个叫做需求 需求呢 有六个层次 我在这里呢 拿出马斯洛的六个层次 要超越自我的需求 关键是最后 外理论 我刚才讲的X理论 就是把美国 把中国当成合作的伙伴 外理论 就是把中国当中对抗的理论 第三个Z理论 就是把中国当成超越自我的理论 不断学习超越 不断自我超越 不断创新的一个理论 这个中美关系呢 就变成 就是日理论 日理论呢 下面十一条 十一条 十一条呢 十一条呢 我们经济上 要解决经济上如何复苏的问题 我们跟中美关系和和解了 全球经济就大复苏 然后呢 科技 5G 大合作 你不同层次嘛 你封锁了 华为的芯片也好 你解决不了 你封锁不了 华为 它不单是一个 不单是一个 你手机的问题 你芯片就解决手机问题 华为还有一个 它是什么 基站 这个5G的 这个通讯器材的基站 它很这个方面的优势 这个订单就 改不了 它这个 做一个市场 它是做循环的 所以说 需要的层次不一样 你需要5G啊 那我需要的是定规律 我需要的是定这个 做基站 解决这个环境问题 大环境问题 你美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 必须要 这华为的优势 所以在科技方面 通讯方面的合作 你趁早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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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加拿大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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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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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莫满洲啊 给放 那个对自己一点都没有用 啊 你抓着他这么一个人 你对这个自己的劳命伤财 第三个合作呢 就是能源方面的中美合作 这个 超越超越 超越超越这个 能源方面的超越 能源合作方面的超越 能源合作方面的超越 就现在的最美国能源 俄中 俄国和俄罗斯和中国这个能源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 你是围苹去鱼啊 围 围虫去去 对吧 现在 你美国这个能源断了 中俄这个能源呢 就建立起来了 你断不了的嘛 你干涉不了的 一个大的 输油管道 我们就是搞石油钢管的嘛 石油钢呢 已经通到上海了 将来还要通到 通到这个 这个 南韩啊 通到这个 日本 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的能源就迈不出去了 你美国 你考虑你自己的 自己的市场在哪里 第四个呢 就是农产品 美国的农产品 需要中国这个市场 中国这个用 中国今天大风收 农业大风 夏季农产品大风收 你这个 但是呢 中国为了支持你 特朗普连任 一定会遵守承诺 购买大量的大豆 购买你大量的 支持你的农产品 那些 那些农产品的 这个专业省 让他们感觉到大陆人的 中国大陆的诚意 那大陆对跟美国的关系 利益 利害关系 是一个比 一个跟台湾相比 是一个比较和大桌子的关系 对吧 对吧 那一个这个这个 所以利益的不同 完全不同 你不能夹着芝麻 台湾就这个芝麻 丢了西瓜 台湾大陆是个西瓜呀 农产品 还有一个 第五个合作 是城市建设 城市建设 美国的现在的城市建设 包括那个 那个马路交 那个电信通信 那个 那个 道路的建设 相当于好 你再不去考 这个美国的建设 这个 城市建设 在很多方面 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三线 四线城市 这个我就不说 我早就提出来 我在这个 布什 小布什的时候 2007 2008年 2007年 就提出了一个 新美国人 新美国城市 新美国形象 这么三新的 这个 一个 政策 政策 一个城市建设 reliving the city 使这个城市 活力 重新爆发出来 reliving the city 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 道路交通的 基本基础建设 这个 这方面的合作 除了 第六条 就是基础 交通能源 这个基础建设的合作 第七个 这个我不谈了 高铁也好 干什么呀 原来呢 中国人呢 就搞那个大洋铁路嘛 嗯 现在呢 第七个合作 边境移民 你那些南方省啊 墨西哥省的 南方移民呢 就越是要搞 你根本出路 不在于你修这个围墙 而在于你把实体经济建设 把墨西哥的建设 这个北美 那个三国这个建设 搞起来 就没有人 再来越境了 就像东南亚 你把东南亚发展起来 就没有人来偷渡这个这个这个 中国了 对吧 那个中国的边境就稳定了 第八个 就是种族问题 美国啊 这个存在着大量的种族问题 这是呢 布兰里德这个世界呢 就是一个黑白的一个分界线 现在特朗普啊 现在 这个 在这个 这个 这个种族问题上呢 可能会 出现一种 面临着国家 面临着分裂 这种 这种 这种对立 对上 这种 趋势 黑人呢 投票呢 会给 投给拜登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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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民主党呢 它是这么一个美丽的风景线 就是 这是在于 整个 有种族的问题,成为民主党的一条美丽的风景线。 我已经注意到特朗普选择了黑白路线,不怕分裂。 我就是要让他更加强化这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就是教育。 美国呢,你要想影响世界,你就要把美国的教育十年数年,百年数年。 大家认同你跟美国的教育模式。 什么教育模式?务实求真,立心求真,务实。 美国的教育最重要的是真理,相信真理的力量。 希望大家都讲真话,但是美国的政客从来不讲真话。 但是呢,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就是一定要讲真话。 旅游,教育就包括了旅游,文化交流。 旅游交流。 青年的交流。 还有艺术的交流。 等体育的交流。 这都是第九个。 第十个,海外资产转移。 海外资产转移。 海外资产转移是什么? 而这个航空母舰呢,它是一个不能够产生效益的一个城市。 它只是消耗品。 每件一艘航空母舰,它就等于一个城市在那里。 要有十个城市供给它这个航空母舰的资源。 它是一个消耗品。 所以美国用不着那么大的精力去做世界警察。 你有了中国呢,就分担了你国际的负担。 中国也好,其他的国家,盟国也好,帮助你负担。 所以我的意见呢,收敛。 根深顾本与之天下。 你把美国的事情首先要搞好。 你现在美国的事情搞得一团糟。 现在每况愈下,此积彼伏,此消彼长。 中国人的话,你自己强大了,才能有国外才能有力。 就像中国在自己强大,才能够给海外派军。 你自己国内现在空虚了。 你叫花针判鱼羊了。 你怎么能够有力量去到国外去建立那么多居地, 你搞乱拔得死,什么事都要管呢? 这是第十条,叫海外军事资产的转移。 你现在从德国转移也好,干什么也好。 第十一个是什么呢? 我都不谈了,第十一个就不谈了。 我们就想了,今天就谈到这点。 怎么样帮助特朗普来解决国内, 使美国,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怎么样保持美国强大? keep American great。 这是这边我就提出来的。 三大策略。 三大策略。 十一项帝国利益,美国富强的方法。 还有一个,成就美国,成就中国的方法。 所以呢,我今天呢,我也不知道呢,就讲到这里。 明天,以后呢,我把它形成文字,再接着讲。 谢谢大家。 我这里呢,我本来有很多硬式, 细的方法,还没跟大家讲。 我看到,你不相信,我会有很多决定的方法。 我会以为,立法的决心坚定不已。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干预香港事务的言行。 坚决反对七国集团外长就涉港问题发表的声明。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忠重中方主权, 特观公正看待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停止以任何的形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在涉及问题上杨洁篪指出 中国政府依法在新疆采取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 极大的扭转了新疆安全形势 又力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 中方对美方签署所谓的新疆法案表示强烈不满 敦促美方中中中方反恐维稳和去极端化的努力 停止在反恐问题上搞双唇标准 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其实会谈之前中美双方已互有 美国商务部宣称要修改相关政策 允许美国企业同华为合作共同制定物具标准 中国方面的显著动作是 给美国运通等公司发放了银行卡清算牌照 面对过去几年里 美国政府无数次的粗而翻而 又是贸易战又是制裁和封锁 又是疫情甩锅 人们似乎已经对中美关系回暖 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此次会谈后情况会有所变化吗 一世面楚歌之中 川普是否斑然醒悟 川普是一个什么都想插手的总统 只可惜没多少人听 在其本质范围内 军事上虽然叫海外撤军 对叙利亚乱打一通炮弹 但总体上还算平静 迄今尚未发动战争 没有什么大的战功 外交和对外贸易方面 川普或许算得上 美国有史以来最失败的总统 美国已经彻脱彻尾的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 其无端挑起的贸易战和单边主义路线 不仅使得世界两大经济体开始对立 北约居七和五眼联盟也开始走向没落 除了加国澳洲和巴西这三个小跟班 似乎全世界都已经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 或者至少是进而远之 贸易战打了几年 美国逆差不仅没有降低 反而在继续的攀升 对其他国家的制裁和封锁 不仅不起作用 反而促使了对方越来越强大 不仅没能够迫使对方更紧密的依赖美国 反而促使对方走向了脱离或远离美国的反方向 与在外交上单边主义和贸易战相配合的是军事恫吓 这固然是美国的一项做法 但如今的世界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没有人害怕恫吓了 中国不怕 俄罗斯更不怕 总之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和贸易 作为联邦政府和总统的主要职责 川普政府如一是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政府 回顾川普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 可以看到他前后两个阶段的显然变化 善了一时国内实施减税举措外反中国 与俄罗斯总统见面 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川经会 似乎有声有舍也赢得了一片较好声 可惜好景不长 随着其对内强修边境强 对外挑起贸易战 整个形势发生了逆转 川普也似乎变了一个人 开始蛮横而强硬了 川普政府政策的摇摆不定 呼东呼西 现在与其内阁的阴哥两派的角力不无关系 表面强硬的川普实际没有掌握内阁的实力 内阁成员轴马登时的话 但一个比一个阴 内政和外交均开始走向极端 直至疫情到来 一心只想着连冷的川普 一直在靠网红模式忽悠民众的川普 可能做门都不会想到 这是其恶门的开始 为了连冷 为了表面的经济数据光鲜 川普只在乎就业和股市这两个数据 似乎此外不存在其他的美国经济和社会 对疫情的漠视 导致了美国疫情残酷的泛滥 当后果已经不可收拾时 除了甩锅川普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疫情 尽管川普一直想装明白 一直想扮演着抗议英雄 但现在和事实已经无情的抛弃了他 可破误偏分灵业于全美的抗议和骚乱开始了 民主党公开折难共和党内部开始分裂 曾经引导川普政府走向贸易战和单边主义路线的鹰派大佬伯尔顿 也敢在此时出书对川普反隔一击 这个时候川普政府突然主动的向中国示好 先是宣称要修改外贸政策 允许美国企业同华为合作制定物质标准 然后是邀请中国政府在夏威夷进行会议 因此当我们的设定目以后 是两个桂架的粘迹 是两个桂架的粘迹 是什么 我觉得粘迹 是三個桂架的东西 是两个桂架的主要 质用真对 只有一我是一一 脂架的基金